火箭四环一交易方案 斯通哥艾史密斯 冠军封线持援 哈登等到了 大家好 我是詹妹 我们一起来关注NB季后赛 NB的抽签啊 结束之后啊 火箭也拿到了第四位的选秀权 可以说对于球队来说啊 不尽人意 他们的运气总是差一点 无缘无班呀嘛 火箭在今年球赛期啊 完成重建之后 势必要进引入大白的球星 帮助球队重返季后赛 目前球队拥有6000万的薪资空间 能够进行大量的交易 为他们夺取不错的球星 今下火箭崛起的最佳机会 作为火箭的老板 斯通也非常明白这一点 所以在早早拿下 前凯尔特人主教练乌杜卡 作为球队能够帮助 打入冬绝的主教练 一定是有两把刷子的 虽然说呀 球队也充满信心 他们也把目标啊 锁定在冲击季后赛 主舰里面找好了 球队也要在球星上锁定目标 最近呢 斯通也把目标锁定在 哈登布朗 还有西亚卡姆身上 并且呢 火箭有意向猛龙 提供一份四换一的报价 希望能够得到像西亚卡姆 这样的冠军风险 具体交易方案如下 火箭送出史密斯 加小波特 加泰特 加2023年首轮 换来西亚卡姆 对于火箭来说 这笔交易付出的筹码 还是不错的 能够得到西亚卡姆 作为联盟的二当家 帮助球队 快速的崛起 西卡本赛季 24.2分 7.8篮板 5.8主攻 应重率48% 可以说他目前是联盟上 数一数二的风险球员 进攻端有稳定的输出 并且在三分能力上 长臂 还有出色的运动能力 也能作为火箭的三分 提供支持 从内线 放到外线 表现得非常出色 所以说西亚卡姆 拥有丰富的旧赛经验 在打法上非常强硬 并且按照火箭 今年的薪资空间 在引入西亚卡姆之后 再引入两位全明星球员 也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在火箭 今年休赛期 已经把目标 瞄准了布朗 还有哈登 拿下西亚卡姆 这是第一步 而哈登和布朗 才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所以目前交易正在探索中 我们也期待最终交易的发生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